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一场四分离决赛 这场比赛是中国队的小将王一律和张稳 对阵泰国的一队选手瓦纳瓦特和帕提帕特 这对泰国的选手从出场之后看到他们的样子 还是有一些印象的 以前的比赛当中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比赛的经验 我们这对就是蓝双选手在之前的一战比赛里面 还是打得比较优秀 只是他们的战术和打法上面不是非常有特点 可是比较稳 泰国羽毛球也有一定的传统 他们最早在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展露头角 是02年亚运会上 男子双打选手获得了亚军 经过这20年之后 泰国队已经成为了一支强队 双方的比赛开始了 在屏幕下方穿着黑色上衣的是泰国队的选手 在屏幕上方穿着紫色上衣的是中国队的王一律和张文 在屏幕下方穿着黑色上衣的是泰国队的王一律和张文 中队的两位教练 贺向阳和谢中博 谢中博是四川的 贺向阳是湖南 谢中博是湖南人 四川队 四川队 他每次给我讲的 讲家乡话的时候都是讲的四川话 他是四川队 但他是湖南人 主要是你今天跟我打倒 我是湖南人 所以对这特别敏感 你要是跟张盛或者童可欣 他们俩北京人和河北人就不会了 不一定有这么敏感 连续的进一 这开场的速度啊 明显的战军的游戏 其实他包括泰国在内 泰国啊 印尼啊 马来西亚的选手 他们应该是在 他们在这种能力上 身高上 从来都不比中国选手 中国队的选手占优势 但是以前他手上的技术 他们的老一批的那些队员 手上的技术非常有特点 虽然你球过去很冲很硬 但是他们手上拐一拐 变一变 弄得你这个速度一直连不起来 像现在等于像包括这三个队吧 好多年轻选手我觉得都是 他手上也没有什么技术 他也是跟你顶速度 直来直去 那你可不是正好对上我的强项吗 都是打一个冷点 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的选手 他们老一批那些选手都是 是技术非常好的 很少是靠能力的 他们在这种能力上从来都不如中国队 中国队练得多呀 对呀 但是他们老选手的技术好 意识好 连贯好 所以经常大家会看到 说我们中国队打球的时候 有时一板一眼比较多 所以除了相对傅爱峰跟蔡云配的时候 蔡云的整个球都往前的灵活就很活 大家就觉得更有观赏起来 没错 这球 这个中半场的这几拍处理 完全都是味道人家嘴里等于是 其实这位蓝双选手就是 我们转泰国 跟我们中国打单打 他就在后面做教练 做教练的 对 先上来一次后攻前锋的机会 追上来一分3比6 对面产地是我们中国队男单王振铭 和我们自己中国队的男子选手在进行比赛 这终于接不起来了 坐在地上接了好几拍 他这个从力量速度上显然王一律和张稳是占有上风 但是泰国这一对他现在开场之后他还没有很快的转变 所以你这个平抽你肯定是没有中国队硬的 应该抽两拍之后他要转变 他得想办法去变化 这就要决定他们自己自身是手上的能力 如果说他不具备的话 他只能跟你答应 这个防守的出球确实目的性也不是很强 防守的出球都非常盲目 没办法 整个力量 整个力量的速度是我们把他们压制住了 所以他整个出球就是随于应付的 这经常是越是到年轻队员的这个层面 觉得对手一上来这个差的太远 可是我们中国的双打在年轻的时候都比国外行车比较弱 上力量上得早 对 因为历届都是这样子 然后打到后期的时候就比边弱一点 要不就持平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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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来 9...5 4 1 1 2 4 2 3 1 2 3 2 1 比率和张文文他还是配合的时间久 可以看出他们整个不乱 分工很明确 比分打到10比5 他也对泰国这队选择也就这两招 那怎么那确实很难抗衡 这个出球的速度明显就是劣势 回球拍都来不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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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上的肉 就等于说还是他们的训练 还是整个前度还是比较低 双方第一局比赛继续进行 他其实想结合一些软档现在 但是王毅令和张伟整个站位压得非常靠前 所以他的软档都变成了宋菜 终于打了一个反击反击 其实这个球也是我们逼他打出来 好 反而这个张稳这个倒是才软硬 封了一拍硬的之后一抹 一个篮网 12比6 我们这球很明显无论在被动还是主动的情况下 我都用抽用力量始终把你压制住 对就是被动一点抽回去的球也是很硬 让对方没法能够产生下一拍的威胁 出去每一拍的质量 王毅律和张稳明显比对方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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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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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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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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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律和张稳这边连续两个手上球的失误 asser毅律加油 现在就往你头顶上推 ここ都是平球 全够了 对球张稳防守当中还没有撤到位 揭杀的质量不高 给对方抓了一个机会 两球他刹的弱点刹的都不错 两球小对角 其实从这几方可以看出来 我们开场的速度非常快 可到了中半场的时候 我明显体力上有所下降 整个连贯上面和速度都降下来 判断的非常准 那头出了底线 其实第一局比赛 王一律和张稳的手上的失误 也还是有点偏多 他们就是力量 就是力量比你强 然后用力量压制助力 然后我再进攻 然后攻完我再上去铺 就是出球比你硬 然后比你速度快一点 其实从技巧上来说 没看出什么变化 没有体现出多大的这个录势 关键是这个泰国选手 他应该有技术 因为他本身 从他们两个人的个子来看 就属于小个子 本身就你就应该 肯定是应该属于技术好的球员 而且泰国的选手 他们的技术都还可以 对 传统应该是这样的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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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加油 忙 来 然后再连续攻收掉 能过渡起球 张稳在后场 着急了 张稳虽然名字叫真稳 稳定的稳 但是第一局比赛 他手上的失误并不是太少 并不是特别稳 我觉得还是他的体力和精力有所下降 开局两个人打得还是不错 尤其是中半场的出球 有的时候可能是要求质量太高了 造成的失误 像刚才这个球 你反拍被动的情况下 你就过渡一下 让对方攻 然后自己来防守 再找反攻的机会也可以 我觉得我们这对选手的打法就是叫做不讲道理 反正有机会我就一直执行下去 我也没有什么说跟你暖挡去化解你的球 我没有反正就始终跟你一直是硬的 一直是硬的 一直是在中半场的出压 然后防守出球也都是出的很平 再往前的铺球出了底线 从他喘气的感觉来看还是体力上受到一些影响 第一局王一律和张稳的失误还是有点多 这些失误送对手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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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比十五 二十比十五 一线重的打法确实消耗很大 就没有被动球 我被动球都要把它打成主动球 肯定消耗能力 其实他稍微碰到一个有一点的选手 他们会特别的 几乎没有这么很好的机会给他们 你得分也都是拼尽了全力得的一分 我们得的每一分都是我们打死的 对方得的每大部分的分数 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失误的 现在是第一局的局点 对方还是勉强的要放中半场 结果被王一律再往前抓住机会 这个球赛有点犹豫 不想起高球 结果被王一律抓住了 这样第一局比赛是王一律和张稳取得胜利 一比零领先 三岁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接下来进行的这场男子双打的第二局 从第一局的后半段来看 仅仅靠力量 王毅律张稳已经不是特别好办了 对方适应了你这个力量和速度之后 还是得有一些战术 有一些办法 给了点球路 他们要从后期发展看的话 始终保持中打法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自己把自己的整个能力 给就是练到最强 才能支撑他一直打到决赛 从刚刚直播的画面来看 王真铭和自己的队友打得很艰苦 所以全场都在跟王真铭加油 毕竟他现在还是有一些名气的 跟王真铭打的是刘凯 我们估计现场观众能知道刘凯的也不是太多 对应该不多 对 收都收不到 收都收不到 哇 这个节奏长得很好啊 对 要找他 王真铭那边其实还是领先的 他只是第二局打到20比19 刚才画面上显示出了现场的比分大评 所有的观众好像似乎在看担当 这球 看到半场球机会自己杀下网了 这样开局 王一律和张稳是4比1领先 4比6 4 演唱 3 3 3 2 5 4 7 4 运气球连这两边都这个球都有一定运气 对方是挡了一个滚网 但是张稳在回球非常贴 这球真够难的 也是一个滚网球过去 所以羽毛球运动员的反应特别快 他已经把拍出完之后还要收拍 最后一个时间来击球 这球连贯的比较快 反拍 接着抽了一个对角线 这球就有点 我们就是想的要快 反正一发我就要快 执行能力还是非常强 随着我们能力和精力的有点下降 你看进攻的威胁性明显就降低 所以这局的比赛还不好说 开局取得4比领先也是利用对方连续的15 现在比分已经打成了6比5 为什么呢 我没法连续的 我没有尽量 开 不 我没法连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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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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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球啊 你可以看出当我们在进攻的时候 两个人都连前后站贴的特别近 嗯 所以才能不停的在轮转 漏了 7 over 6 7 这个球泰国选手在手上有一个动作 有一个停顿 其实球的质量也不太高 但是王毅律没有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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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着一个人攻 6 一直等着他出球质量下降 对这个灯啊 对方的进攻性还是比较累 他是没有什么威胁的 对一般就反正叫的很大声 他还在拼命的挑战自己的极限 每篇杀球的时候 玩命杀 刚才这个球胆下完是因为没有计算力 这球比较轻 15还是有点偏多两边 因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呢 在今年以来它已经是变成了世界雨联的黄金大奖赛 其实就是12战超级赛里头 有很多的这种八强之前的场次也不是水平很高的 何况是这个黄金大奖赛 年轻队员比较多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控球能力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在控球能力的同时也要控制自己的能力 其实就在之前转步的铝当中 第二军就是放弃了 所以他就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 这局双方分数咬得很紧 在王一律和张稳的速度力量有所下降的情况下 泰国的这两名选手还能表现一点自己的基础上的特点出来 进攻也能打一打落点 造成你接杀有一定难度 十一比八到了第二局的间线 下降的位置就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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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难下位置开的 刚才这个站的时候 你在前面掺的时候 后面那个一条车 你看在前面掺他车他打半场 前面那个车后面他打半场 前面那个车后面他打半场 所以一旦来完之后后面通完之后 后面的一个贴线 不像学家玩的两个类似的 发这发明发这 飞的不是快往 就是切对吧 后面的一个不要去打 你都往前面了 后面的贴紧 对对后面的贴紧那就是 其实刚才谢中博给他的战术指导思想的话 如果说谢中博是他们的主代教练 他们的两个打法就跟谢中博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从刚才这个暂停应该是他主要是谢中博在的 所有一个运动员的打法特点和指导思想和战术的运用 还是在先前的教练的铺垫很重要 玩命轮 这一下输一 结果帕迪帕特这一下自己沙丘下网 球拍的线也打断了 换一把球拍 现在比赛是第二局打到了12比8 原刘 camper 赶紧 屋梯 学贴 转— 正湘 手 好 好 好 這個意思很好 好 啊 放送吧 快 抓住 啊 这球分的漂亮 点一拍 再放网 半场 轮转 连续 可以看出我们这队选手 他在中后半场的能力很强 一到了就是偏前面一点 整个手上我觉得能力还是弱一点 手上的感觉和控球的能力 泰国队挑球出了底线 那是王毅律发球 14比10 这个球两人一抢 这个放网也是不太合理 给对方得分得得特别容易 互相干扰了一下 这球还不如推底线 这球最合理的就是我承认被动 挑起来 再重新组织一遍 对方已经压上了 其实推到底线 他可能还规定 他肯定没有特别好的下压的机会 我们就一律是顶 高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个算是挡碗 四线是一戒内 多拍之后 开国队判断失误 张文的挑球戒内 最终是最终是最终是最终的 16、11 泰国队还是一直都在想办法 因为他们尽量不让我们形成一条直线 因为对于我们的力量速度 他们还是吃不住力 所以他们尽可能把两边对角打开 把我们整个人的站位打散一点 我们的攻击性就会小 这个球还是又出界了 其实场上失误多 也对你的接下来的心情非常 一个心情非常不好 再一个对你的战术的执行非常有影响 本来你这个球路可能对的 但是你出界个两次你这就没法打了 对同伴也是有点异性 而且双打最怕的就是你丢一分我丢一分 就觉得这球真是没法打 这个时候如果同伴能够稳 其实两个人在场上一般来说 还是都是希望能够把这球打好 这时候其实最期待的是同伴能够站出来 在自己失误多的时候同伴能少一点 我缓一缓 对 但是自己这一刻 真有这种同伴的 我是有见过 就你丢一分我丢一分 反正打完下来就是 稍把脸就走了 这个互相影响是非常可怕的 确实相当伤士气 因为他这两人打和打单打不一样 两个人打打双打 他就是每个人从个体来讲他有选择 单打反正就把你逼在那了 你失误就是你输 对 所以你只有划山一条路 你只有硬顶着上 双打有时候就会想 希望同伴能打好一点 但是同伴那边也是 这儿丢一分那儿丢一分 这球就显得非常崩溃 这个挺难的 其实我觉得多次合作这种双打 你总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所以咱们老说打双打的高水平的选手 很少有比较关系好的 确实很破坏情绪 我是没见过有关系好的 这个水平不好的关系都很好 这个确实很破坏情绪 有这种经历的时候 没打准这排球 我们这队选手战术还是很简单 可是很有效果 我就给你来硬的 除非你比我更硬 我硬不过你 我速度强不过你 只要你能被我压住 我就赢你 20比14 王一律和张稳现在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长点 杀球下王 这样王一律和张稳两局的发挥 基本上是比较平稳 21比15 21比14 2比0战胜了泰国的选手 瓦那瓦特和帕提帕特 这样他们也进入了这次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四强 好了 今天我们为大家转播的2014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就到这 明天下午的12点30分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进行直播半决赛 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 最后非常感谢龚伟杰给大家做的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是体育世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欢迎订阅